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声声不息 曾比特跳唱失恋或网名激赞 语言明希合作有惊喜 TVB与芒果TV联手 打造的音乐综艺节目声声不息 在过去的周日播出第11集 一众歌手施展浑身结束 争取在下周最后一集的金曲盛典中亮相 参加节目后人气急声的曾比特Mike跟刘席君及言明希Gigi 合唱了草蒙的失恋 虽然输给了李克勤 李剑及魔动闪罢的《雨夜的浪漫Remix》护花使者 但仍获得高度赞赏 对于今次的合作 Mike感到非常开心 因为与刘席君及Gigi的组合从未合作过 无论选曲或构思上都很有惊喜 我觉得自己的表现 这是一首很适合我的歌 就是很欢快的一首歌 也是一首唱跳的歌 然后我就在舞台上面找到大家合作的点 原来大家跳欢快的歌曲的时候也是有笑容 大家动起来也是很好看的 对于这个重新改编的三人版本 因为原本是三个男生 这样一个男生两个女生的版本 定期或者是找大家中间的风格都是需要一点时间 中间也是会有一点困难在里面 我们最终都把它克服了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要走在哪里面 通常都在有点大用 可以加上 我看中间精一样 几个了 你还需要